陈吉祥小时候和村中小伙伴们爬树套鸟窝 却不慎从树上跌落 当时就摔得晕死过去 等到醒来一只喊后背疼 慢慢静形成了微微驼背的样子 人们便驼儿驼儿地叫 他最烦别人这样喊自己 听到就恼怒异常 同时他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年过三十尚未娶妻 人家姑娘不娶 妇人不嫁 只能眼睁睁看着同龄人娶妻生子 自己图患奈何 虽然有着微微驼背的小缺点 可人却极为聪明 由于村子靠近大河 平时河上多有船只往来 南北奔波的游人会在此停靠 或歇脚 或看风景 既然有游人 便必定会有做小生意的人出现 时间久了 村边渐渐形成了小集市 大家好 这里是观山太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接下去继续今天的故事 村中人靠水吃水 多数人平时种地 坚以捕鱼 陈吉祥小时候经常蹲在集市上 看人们怎么赚钱 因为捕鱼之人不止他们村 还有别人过来捕鱼 大家都想捕过鱼后 在集市上就地卖掉 操死营生者特别多 捕鱼者能得几何 全看当天运气怎么样 运气好了 捕得多一些 便能多赚几文 假如是运气不好 空网或者捕得几少 那便只能是白白忙碌 思来想去 他决定赚这些捕鱼人的钱 寻常人捕鱼 多站在岸边 拿着撒网巷和里撒 可岸边人多 声音嘈杂 鱼大多会躲离岸边 所以收获并不多 况且大鱼本就喜欢水深的地方 想要捕到大鱼 必须到河水深处 但怎么去 大家都是普通的庄护人 平时以种田为主 闲暇下来方才捕鱼 总不能为此去买一条船吧 他认为这中间有可以利用的地方 便自己跑去密林深处 砍伐了木材后做成极小的舟 一人站上 另外还有放鱼之地 摆在河边 供人们租赖 食用者可以给钱 也可以给鱼 给了钱能直接入腰包 给了鱼可以当场卖掉 他不贪婪 有时候更是随便大家给 遇到运气不好 没有捕到鱼者 那便什么也不要 白白给其使用 人们对其人品大为赞赏 食用者也非常多 虽然价格便宜 可架不住人多 慢慢积攒了一些钱 有了钱后 他又在河边建了一个院子 专门摆放自己这些小舟 待到过了三十岁 竟成为村中屈指可数的有钱人 老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金 他今时不同往日 往日里不但身体上有些小缺陷 家里还非常穷 如今却不再穷 随便提起来 便要挑一下大拇指 按道理说 只要用心 总能凑到一个愿意嫁的女人 跟他成就姻缘 可说来也奇怪 兜兜转转 一直无法实现 他自己也习惯了 二十多岁时着急 过了三十岁后 反而不急了 既然缘分不来 便这样过下去好了 姻缘这种事 岂是能强求得来 人一旦想开 便少了很多烦恼 他整天嘻嘻哈哈 竟有了潇洒不羁的派头 正直夏天 五黄六月 热的人不想出门 正午时 和尚捕鱼者并不多 陈吉祥躺在竹椅上 拿着把荷叶扇 边摇动边斗耍一只母兔 此母兔是他偶然所得 一年之前 天降大雨 河水暴涨 捕鱼者非常多 租赁他小舟的人自然也多 等到傍晚还舟时 他发现有人不仅提着鱼 还提着几只兔子 打问之下方才明白 河水暴涨 河水暴涨 冲了兔子窝 几只小兔跌进河中 这只母兔竟然没有逃走 而是想要搭就掉落在河中的小兔 此人一往扣下 将几只兔子尽书捕获 算是意外之财 陈吉祥听得暗暗称奇 世间最让人动容的是什么 那便是母爱 这只母兔为了救自己孩子 而被捕获 极为可怜 于是 他出钱将兔子买下 悉心抚养 小兔子长大后相继离开 这只母兔却留了下来 陈吉祥对这只兔子极为喜爱 时常逗耍为乐 正高兴时 外面有人喊兄长 不用睁眼 他便知道来者是自己的堂弟陈吉祥 此人二十岁 游手好闲 父亲早亡 母亲将他拉扯成人 可人穷智也短 长大后的他不是生产 跟一帮酒肉朋友呼啸往来 惹得人人讨厌 这么热的天 他不在家休息 却跑到河边来找自己 定然没有什么好事 陈吉祥脸上全是笑 到了竹椅边蹲下 伸手夺过陈吉祥手中的扇子 边煽动边说道 兄长救我 陈吉祥叹了口气 睁开眼睛看着自己这个堂弟问道 你又惹了什么祸 陈吉祥嘿嘿一笑 挠着头说想要借钱 怎么回事呢 据他所说 自己借钱不是要干什么坏事 而是要给家里的娘看病 万望兄长相助 陈吉祥不动声色 自己这个堂弟 从他手里借的钱 都不知道有多少了 从来不还 人们常说就急不就穷 他这般不是生产 没有个来钱的营生 只靠借自己又能帮他到什么时候 况且因为借钱给他 看着是帮了他 实际上却是害了他 这会使他产生惰性 陈吉祥也知道堂哥烦自己 但他断定 只要自己搬出老娘来 堂哥必定会借给自己 不过 这次却出乎了他的预料 陈吉祥摇头便拒绝了 对于家中母亲身体怎么样 陈吉祥这个当儿子的 还没有陈吉祥了解的清楚 就在昨天 他还去看了婶子 跟他说了好一阵话 婶子说陈吉祥已经八天 没有回家了 昨天还好好聊过天 今天就病了 陈吉祥明显在撒谎 另外 外人都说他陈吉祥有钱 他是赚了一些钱 可同时 经他手还帮着好几个老人 这些老人多是失去了孩子 孤苦伶仃 他时常买东西送给这些老人 一个两个对于他来说不算什么 可人多厚 他其实也挺有压力 见堂哥想也没想便拒绝了自己 陈吉祥脸色有些难看 兄长 我娘可是你婶子 你小时候母亲早亡 是我娘时常照顾你 你都忘了 陈吉祥听过后并不多说 自己小时候蒙婶子照顾 他当然不会忘记 只是自己这个堂弟 万万不能再随便借钱给他 见自己说破大天 也无法从堂兄这里掏出钱来 陈吉祥脸色非常难看 最终将扇子扔下 愤愤而去 有了堂弟这么一脚闹 陈吉祥再也睡不着 索性起身 带了一些吃食 他要给同样住在河边不远处的 一个老汉送去 此老汉独自养了五个儿子 都是十六七岁的小伙子 吃得极多 家里非常困难 他经常帮助这家人 老人和孩子们都对他感恩莫名 刚出了院子 听到河边传来悠悠哭声 转头看 却是一个妇人趴在河边哭泣 有人奔跑着过去看热闹 听这些人说 在河边哭泣的妇人是个望门寡妇 前几天父亲突然溺亡在河中 陈吉祥叹了口气 这妇人太可怜了 守望门寡妇说 相依为命的父亲又去了 不过 他却并没有去看热闹 天气太热 这些吃食不能久放 还是早早送去为好 将吃食送去后 他又特地去了村里沈子家 他要确认一下堂弟的话 果不其然 陈吉永的确在撒谎 沈好好好的 他根本就没有回家 跟沈子又说了一阵话后回去 在院里转了几圈 他觉得自己这些小粥很多需要补 便寻思着去树林中砍伐点木材 这些事他总是身体力行 一来他原本就不是懒人 二来他知道选择什么样的木材 让别人去做他自己也不放心 他心尽大 想到后就急着去 拿着斧头和锯子刚出门 就见有个满脸麻子的人来找 此人他并不认识 见他疑惑 马脸慌立慌张说陈吉永惹了大祸 急需他去一趟 否则陈吉永就会大祸临头 陈吉祥赶紧问是怎么回事 据马脸所说 陈吉永欠下别人钱 现在被人扣着走不掉 人家发出话来 如果陈吉永拿不出钱 便会砍掉他一只手 陈吉祥听得一阵头疼 自己这个堂弟 先是谎称母亲有病来借钱 原来是借钱去玩耍 自己没有借给他 他却没钱而去跟人耍 真是烂泥扶不上墙 虽然并没有借钱给陈吉永 可要是眼睁睁看他被人砍掉手 陈吉祥却断然做不出这种事 深深叹了口气 将斧头锯子放下 带上钱跟着马脸而去 到了一处旧屋 陈吉永被牢牢捆绑扔在墙角 边上围着几个凶神恶煞的壮汉 陈吉祥近来没有多问 直接问欠了多少钱 对方说出数目 陈吉祥听得直皱眉 将身上的钱尽数掏出交给这些人 人家方才同意让他将陈吉永 带走 刚走出屋子 陈吉永脸上堆笑说道 关键时刻还是得堂兄你 如果不是你 今天我定然 他的话尚没说完 陈吉祥伸手给了他一个耳光 打得他捂着脸不知所措 陈吉永 你先钱借钱说是为了给你娘看病 可你娘根本没病 这种借口你都能说出来 你说说借了多少钱了 你自己心里有数没有 你还过没有 你身为一个男人 不知廉耻 亏你还能笑得出来 你这样早晚会惹出大祸 到时候悔之晚矣 陈吉永听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恼怒说道 你这个驼背 不就是借了你点钱吗 竟然如此奚落我 你等着 看我如何发财 他说爸跑远 陈吉祥痛下决心 这是最后一次帮陈吉永 以后就算是再怎么惹祸 也坚决不能再帮 如此耽误了一些时间 回家后又哭作了将近一个时辰 他再次拿起斧头锯子药去树林 虽然天已经黑了 可天上月亮很大 而且此时两款 胜过白天去砍伐 不料尚没出门 竟然又有人来找 来者是个阿婆 人家是来哭诉 说陈吉永和一帮人趁着天黑 偷了他唯一的一只母鸡 他追赶上去 竟然被陈吉永打了几下 阿婆心中实在气愤 顾会来此哭诉 陈吉祥听得奇怪 陈吉永和一帮人偷鸡 一帮什么人 阿婆断然不会说谎 人家没必要去栽赃 最为恶劣的是 他们偷阿婆的母鸡 阿婆追赶 他们竟然还打阿婆 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吗 赶紧安慰了阿婆几句 并且拿出钱来给阿婆 阿婆坚决不要 并且说道 吉祥啊 婆婆知道你好心 可你这个堂弟可不是什么好人 如果不是你经常帮我 我今天就报官了 他们躲起来吃喝 却将我辛苦养大的鸡杀掉 真是无耻啊 陈吉祥听得再次惊讶 因为阿婆说 陈吉永躲起来吃喝的地点 竟然还是那所破屋子 这怎么可能呢 他在里面被人捆绑 差点给卡了手 这才过去不到两个时辰 便又偷了鸡去原地吃喝 阿婆叙叙叨叨说了一阵方才离开 陈吉祥决定去看看 他要看看阿婆所说究竟是不是实话 假如真如阿婆所说 那么陈吉永被人捆绑 就有可能是假的 他找自己借钱而没有借到 于是便或同别人骗自己钱 一路急赶到了那所破屋子 里面热闹非凡 对外面的动静浑然不觉 他从窗户向里看 陈吉永和马脸 以及白天那帮捆绑他的人正在吃喝 一帮人洋洋得意 陈吉祥看得瞅目结舌 他仍然低估了自己这个堂弟的无耻程度 竟然火通别人来骗自己的堂哥 仅仅就为了这顿吃喝吗 此人简直就是无可救药 心灰意冷的他刚要离开 突听里面马脸说道 那正翠霞倒也真刚烈 只是老头不经折腾 你小点声 此时说这些是干什么 万一被人听到 咱们谁也跑不了 陈吉祥以为他们说的是偷阿婆母鸡之事 转念一想 这不对劲啊 马脸提到了妇人 还有个老头 阿婆当然不能称妇人 另外老头是谁 他尚在疑惑 里面的马脸又说道 怕什么 那件事不会有人知道 咱们可说好了 一旦正翠霞上钩 一顿好吃的不能少 陈吉祥根本听不懂这些人在说什么 不过他知道不会是好事 既然证实了陈吉祥是否同别人骗自己 那么在这里停留已经没有意义 他悄悄退了出去 手上提着斧头合去直奔树林 陈吉祥这些人的生活 是他永远不能理解的 这些人活着为了什么 就为了行骗 就为了偷人家阿婆的母鸡 就为了吃喝 带着这些不解和鄙视到了树林 此时已经将近二更天 月光顺着树枝照下 使树林中有些阴森 他当然不会感觉恐惧 寻找了几根看上眼的木材 正欲下手 突听不远处有人在呜呜哭泣 半夜之时 树林之中 有人在哭泣 此场景想想便让人头皮发麻 可陈吉祥根本不怕 仔细一看 发现靠近前面不远处的路边 有个长发白衣之人 风吹动白衣乱飘 加上此人长发凌乱 看不清样子 不过 平哭的声音可以知道这是个女人 陈吉祥根本没向歪门邪道上想 他觉得这个女人定然是遇到了为难事 要不然怎么会半夜跑到此处哭泣 想到这里 他也不砍木头了 直接走过去 随着走近 他发现这个女人可不只是哭泣 而是边哭泣 还像树枝上搭着什么 看样子竟然还想自尽 他再不犹豫 快步过去 也顾不上男女有别 一把拉住了此女子急切说道 这是怎么了 为何要深夜再次哭泣 还想要自寻短见 女子被突然出现的人吓了一跳 待到反应过来后 神情变得冷峻 张嘴说道 不关你的事 就我你必死无疑 这时候 陈吉祥也看清楚了他的模样 面容娇好 只是异常销售 夫人万万不可自寻短见 他边说就想用手中斧头 将搭在树上的绳子给砍断 好断了他寻死之心 不料夫人似乎非常着急 赶紧拦住他 脸上的神色变得焦急 休要坏我大事 求你了 这不关你的事 请速速离开 他这么一说 更让陈吉祥 战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什么叫休要坏他好事 寻死是好事 为什么帮他就会必死无疑 他还正在回味妇人的话 突听不远处传来脚步声 妇人赶紧将他推进边上的草丛中 自己则又开始呜呜哭泣 这妇人所作所为太过诡异 被推进草丛中的陈吉祥 还没爬起来 脚步声已经接近 仔细一看 这不是跟堂弟陈吉祥 在一起的麻脸吗 麻脸此时身体摇晃 突然碰到妇人 吓得他怪叫一声就想逃走 可刚跑两步又停下 转头看边哭边想要自尽的妇人 他突然摸着下巴 一脸笑容又回转 郑翠霞 你何故在此 这是要干什么 陈吉祥一听这个名字感觉熟悉 此时也顾不上多项 因为郑翠霞已经止住哭声 对着马脸哀怨说道 李大彪以为我不知道 其实是他将我爹害死 还想要毁了我的名声 我一个守了几年望门寡的女子 能有什么办法 唯有一死 不过 谁要能为我报仇 我必会当牛坐马报答他 听了郑翠霞的话 陈吉祥蒙想起来 中午时有人在河边哭泣 听人说是个守了望门寡的妇人 因为爹淹死在河中而哭泣 而他的这个名字 也在马脸和陈吉永他们 饮酒师提及过 马脸听后 也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嬉皮笑脸说道 你竟然知道你爹是被李大彪所害 不过为什么要寻死呢 我可以帮你 但说好了 既然要帮 你就得付出点代价 郑翠霞连连点头 马脸笑得更加猥琐 带着郑翠霞一起离开 陈吉祥虽然有些驼背 可是他极为聪明 仅仅凭着眼前之事 以及之前模糊的线索 便理清了此间关系 这个叫郑翠霞的妇人 被一个叫李大彪的人纠缠 而李大彪 就是跟马脸以及陈吉永 在一起的所谓朋友 郑翠霞不从李大彪 他父亲更是找到李大彪 要取个公道 不料李大彪这些人坏事作绝 竟把郑翠霞的父亲淹死河中 郑翠霞想要为父报仇 但他一个弱女子 如何是李大彪的对手 所以他想要利用马脸 怪不得他会说 休要坏他好事 怪不得他特意选在此地哭泣 并且装出一副想要寻死的样子 他就是在等马脸 可是 妇人毕竟是妇人 不管他打算得多么好 最终只能上了马脸的当 他这是在于虎谋皮 这可怎么办呢 如果就此走掉 当然不会有任何麻烦 可如果真就此走掉 郑翠霞定然会掉入火坑 思来想去 他在后面悄悄跟了上去 马脸的家就在不远处 他带着郑翠霞回家要干什么 这是不言而喻的 看郑翠霞的态度 他是下定决心要这样做 为此不惜搭上自己的名声 如果自己贸然搭救 他会不会因此恼怒 将郑翠霞带到家中后 马脸突然一巴掌打在他的脸上 郑翠霞被打的原地转了个圈时 马脸已经拿出绳子将他捆绑 哈哈 你觉得自己挺聪明 想用此方法让我和李大彪反目成仇 你好抱父亲的大球 真是瞎了你的眼 我马脸岂是如此好骗之人 不过 既然你送上门 我也不会客气 他边说边笑 要将郑翠霞抱起 外面的陈吉祥再没有犹豫 一脚踢开房门 马脸转头 嘴里惊讶出声 陈吉祥 你要干什么 赶紧滚 话没有说完 陈吉祥用手中的腹背 重重拍了过来 见马脸晕倒在地 他扛起郑翠霞便跑 一口气跑到自己家中 这才将他身上绳子解开 累得瘫软在椅子上呼呼直喘 郑翠霞惊魂未定 全身一直颤抖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的确是想利用马脸来对付李大彪 没料到马脸竟然识破 如果不是陈吉祥 他现在只怕已经倒霉 不过他仍然没有死心 又想到了另外一个人 便是陈吉祥 马脸不上当 陈吉祥也许会上当 他也是为父报仇心切 刚出虎口 又想进狼学 想到此处 他耐心等待 趁着疲累的陈吉祥睡着时 他竟然又出门而去 而陈吉祥对此一无所知 陈吉祥当然知道自己不能睡着 因为他被马脸看到样子了 此人定然会报复 不过他太累了 待到醒来 惊讶发现自己被捆绑着扔在地上 为首者正是一脸凶向的马脸 边上还跟着一个人 正是李大彪 原来李大彪要去马脸家睡觉 发现他晕倒在地 叫醒后方才知道了一切 两人便直奔陈吉祥加而来 马脸不住用脚踢陈吉祥 李大彪喊停他说道 郑翠霞不在这里 定然是去找陈吉永了 我们快去他家 今天要让他和此人都围鱼 两人出门而去 地上的陈吉祥欲要挣脱而不能 正在着急 那只母兔却走了过来 低头啃咬捆着他的绳子 兔牙锋利 片刻便咬开 陈吉祥夺门而出 郑翠霞的确在陈吉永家 而且几乎是同样的遭遇 被陈吉永给捆绑了起来 就在陈吉永欲做坏事时 却被母亲给拦住 娘俩正在争吵 马脸和力大彪到了 陈吉永一看他们两个来了 不由分说 将自己娘推出家门 被捆绑着的郑翠霞看着李大彪 两眼圆睁 几乎要瞪出血来 李大彪 你这几年多次骚扰 我爹找你理论 你竟然将他淹死河中 我这辈子都不会放过你 李大彪听得哈哈大笑 他觉得郑翠霞愤怒的样子很有意思 人在得意之下 总是会不自觉说出自己认为得意的事 李大彪更是如此 他盯着郑翠霞恶狠狠说道 郑翠霞 你一个连出嫁都没有出嫁的人 却一直守着 你守什么 这几年 你死活不从 敬酒不吃吃罚酒 可笑你那个爹 竟然还想教训我 他不死谁死 你说你这辈子不会放过我 让我来告诉你 你的辈子马上就要完了 不仅是你 还有帮你的陈吉祥 你们也算是在路上有个伴 陈吉祥当然知道李大彪的很辣 听到还有自己堂哥 他先是愣了愣 接着赶紧说道 如果陈吉祥不见了 他的那个租赁铺子可得算我的 三个人哈哈大笑之际 门外有人说话 陈吉祥 你好狠的心 我可是你的堂兄 世界前无数给你的人 说话者正是陈吉祥 三人见状 不由的胸向毕露 郑宇栖栖身向前 陈吉祥向一边躲 后面跟着七八个小伙子 各个精壮 对着他们三个变围了过来 他们三个哪里是 这些小伙子的对手 片刻后被制服 形势急速逆转 现在轮到他们三个傻眼了 最为关键的是 刚才洋洋得意的李大彪 还把自己做过的事给说了出来 这里的人都可以作证 他显然没有料到 被绳子捆绑着的陈吉祥 会这么快挣脱 而且此时是半夜 他哪里找来这么些帮手 他当然不会知道 是兔子帮陈吉祥咬断绳子 而这些小伙子 其中五个是陈吉祥经常帮助的老汉儿子 另外三个是他们的玩伴 陈吉祥帮过他们家太多次 他又难了 一句话 小伙子们便跟着他来 上刀山下油锅而不含糊 陈吉祥刚才的话让陈吉祥很伤心 他也没帮着说话 而陈吉祥的母亲也对他失望至极 看着儿子被带走 他连求也没求一生 郑翠霞两次被陈吉祥所救 他当年没出嫁便死了丈夫 而陈吉祥至今没娶 有心人在中间穿线 使两人成就了姻缘 成婚后 陈吉祥将婶子接了过来 陈吉永被关 他要给婶子养老送终 至于那只母兔 说来奇怪 自从陈吉祥和郑翠霞成婚后 他便不见了踪影 从此再没有回来过 诸位 陈吉祥因为少年顽劣 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变成了一个巍巍驼背之人 谁能料到 他竟会因此耽误人生大事 连个媳妇也没有娶上 如此打击 一般人定会对别人充满愤恨 可陈吉祥没有 他乐于助人 见到人有困难了 总是会出手帮助 他看到兔子可怜而买下 最终兔子帮他咬断了绳子 他见老汉养五个儿子不容易 便经常送去吃食 最终老汉的五个儿子 帮他捉住了李大彪三人 他见郑翠霞欲要以身似乎 更是两次相救 最终和郑翠霞成就了姻缘 所以你看 他善良的付出 最终都得到了回应 当别人看到他独自一人 却毫不吝啬用钱帮助别人时 定然会有人说他傻 可是他真的傻吗 当然不是 他只是心地太过善良罢了 而且这样的善良不应该被嘲笑 这是可贵的品质 一个有着如此可贵品质的人 他微微驼背算得了什么 他比很多腰背挺直之人 要占得端正的多 比如陈吉勇 比如李大彪和马脸 所以不要去嘲笑善良 更不要阴阳怪气去讽刺 当你付出后 也许并不会马上得到回报 就如同那些做了坏事而逍遥之人 他们觉得自己不会受到惩罚 其实 回报和惩罚都会显现 只不过需要时间去证明 您觉得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